火烧了 有山有海的广东省鹿丰市 物产丰饶 今秋十月 人们用采摘的山中滋味 和捕捞的海中滋味 制作美食 庆祝丰收 新鲜的竹笋 现熬的虾油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如何汇聚成一道鲜味十足的海味笋丝包 下刀一定要稳准很 荷塘中的新鲜莲藕 用糖腌制的透明玻璃肉 海里捕捞的沙白 如何成就一道香气四溢的玻璃石锦肉 被誉为超级胃王的鱼竿 生猛威武的螃蟹 如何与羊肉碰撞出鲜香火花 气势如虹的开鱼盛典 白隔蒸留的海捕鱼船 捕鱼记的第一网海铲 究竟有多丰盛 体型硕大的石斑鱼 又能做出多少种真羞菜肴 我们两个人这么半天就只发出这个声音 从陆地种植到海上捕捞 物产丰富的陆丰市 在金秋收获时 如何把新鲜的石令食材 汇聚成特色美食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广东陆丰 探寻这里的丰收之味 陆丰市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沿海 山地丘陵错落 自然风光优美 悠久的历史沉淀了别样的民俗文化 漫长的海岸线 蕴含了丰富的海产 金秋时节 丰富的物产接连收获 对鲜味有独到见解的陆丰人 会用收获的鲜味食材 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 庆祝丰收呢 威风凛凛的盖仔诗 舞动起来气势如虹 舞盖仔诗是陆丰地区特有的一种民俗 每年金秋的丰收季 当地人就会请诗队前来助兴 庆祝丰收的舞师仪式结束 味道调查员很好奇 这次丰收的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陈壮营大哥又要用丰收的食材 制作什么美食 犒劳大家呢 咱们现在干啥去 我笋我笋我笋 出发 它的名字叫甜笋 甜笋 那既然叫甜笋 是不是吃起来有甜味啊 有点甜味的 大家注意啊 这个就需要你下刀一定要稳准很 要准 哎呦 这么做 哇 好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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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陈大哥是种植田竹笋的大户 陈大哥说 田竹笋 笋肉鲜嫩 略带苦味 回味甘甜 你以为只有春天才是竹笋的收获季吗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陆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 是收获田竹笋的时候 当地的笋农 全都喜笑颜开 冲鲜 冲鲜 陈壮营大哥说 他要用竹笋中的鲜味和水中的鲜味 制作一道鲜味十足的丰收美食 甜竹笋是竹笋中的鲜 那他要寻找的水中的鲜味又是什么呢 哎大哥这块就是水产区啊 对对对 这边什么螃蟹 对对螃蟹 哎呀看起来品质可以啊 看起来它这个盖子里边全都是肉感觉 看起来看 哎呦我可怕 没事 没事 我都不会讲 什么人的 全都说好好吃哦 起来啊 爱鲜的陈大哥对食材的挑选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新鲜味道调查员和陈大哥收获了海虾花隔还有晾晒的章鱼干 这些水中制鲜和竹林中的新鲜甜竹笋到底要如何制作那道鲜味十足的美食庆祝丰收呢 现在这里压下去不能搞不能搞断一拨一拨哦 这有筍子起来了 车皮削掉不要把那么伤跟这个刀一样 走了啊 转弯转弯就我现在主要这拐弯我觉得不贵了啊 压下去一拨一拨哦 这有筍子起来了 从头到尾都是完美完美的就两个字形容 红香红香红香 好下去 新鲜的甜竹笋从根部下刀顺着外皮直接划开 在笋尖部位斜刀切开 同时手上用力包出笋肉 陈大哥说和新鲜甜竹笋相比 他们更爱吃腌制的笋丝 新鲜的竹笋当中含有大量草酸 笋丝在清水中浸泡后 可以将草酸充分稀释 去掉苦涩的味道 加入颗粒粗大的海盐进行腌制 在软化竹笋纤维的同时 还可以保留食材原有的味道 让竹笋存储的时间更长 据说腌制三个月以上的笋丝 风味最佳 从世上采买的海虾 处理起来也颇费一番功夫 我们先去头用指甲掐住 密揪 头掉了 然后顺着这个弧度下三节下来 熬这虾油就是为了让这个虾的皮的味道 浸到油里吗 对对对 原作原味 你还要问 虾油只有半个小时 这样闷半个小时 才能出虾油 把这个虾皮完全煸干 对对对 富含油脂的虾头虾壳 入锅之后反复煸炒到变色 红色的油脂慢慢流出 汇聚成鲜香扑鼻的虾油 一切准备就绪 舔竹笋是山中的鲜味 海虾 花隔 章鱼干 现熬的虾油 这些是水中的鲜味 再加上油润十足的五花肉 这道庆祝丰收的鲜味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马上揭晓 那这个猪肉咱怎么切啊 这个要吃一块一块 切成块 吃起来爽一点 爽一点 那先做什么 先把这个肉 先做肉 是不是因为要把这个猪油煸出来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这五花肉 它里面有一点点肥的 正好是让我们把这个肥油煸出来 这个好机会的 好 大家看 现在这个锅底啊 就是我们要留的这个猪油 章鱼 章鱼干 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猪油来炒章鱼干 炒到这个虾红 虾红为止 肉先回个锅 后面加什么呀 后面加准 加准 这个刚烧好了 猪油打底 加入泡发的章鱼干 虾仁 香菇 各种鲜味在猪油的激发下 融合在一起 加入虾仁和腌制好的咸笋 多种食材相互交融 此时只需加入一点五香粉调味 章鱼 虾仁的鲜香 咸笋的咸香 香菇的菌香 混合着猪肉的香味 让人垂涎欲滴 欲罢不能 即便如此 均于食鲜的陈大哥 还要在鲜上加鲜 花蛤呀 它比较容易熟 所以最后再加 对于咱有个虾油没加呢 虾油咱们这也有 最后再加 实际上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不会破坏的整体颜色 而且这个虾油是不是也能提现 对 颜色又好看 是 虾油是点睛之笔 画龙点睛 新鲜的花蛤 清爽滑口 略带甘甜 入锅后 吸收了汤汁中的多种鲜味 出锅之前 加入色泽红润的虾油 虾油就像是点睛之笔 为本身就鲜味十足的一锅食材 再增添一层鲜味 这时 海味笋丝包 就制作完成了 来个虾仁 先品尝一下虾仁 一个字 鲜 用竹笋的盐味去给它调味 非常科学 章鱼吃起来很有嚼劲 而且它虽然是干 但是通过我们这个一加工之后 吃起来就味道鲜味似的 味道鲜美的海味笋丝包 是多种食材相互汇聚 共同成就的美味 就像陈壮阳大哥种植的甜竹笋一样 每一位劳动者的辛苦付出 才最终成就了收获的喜悦 用糖如何成就一道透明如玻璃的玻璃肉 哇大哥你看到我羡慕的眼神了吗 好 很棒 好 啊 好 好 汉泰可居的滚地金龙 述说着丰收的喜悦 瓜果石书 虾蟹贝类 这些都是陆丰人偏爱的真羞美味 为了庆祝丰收 卓俊玄大哥准备亮出看家本领 用石令制仙 制作一道像玻璃一样 剔透的鲜味美食 这会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味道调查员先跟着他去寻找 印记的鲜味食材 卓大哥 咱这装备也拿好了 篓子也拿着了 这是准备去海边找什么东西 找一种我们这边的一种 石令的小海鲜 说起陆丰的石令鲜味 那是相当丰富 虾 蟹 鱼 背 各顶各的新鲜 这次味道调查员和卓大哥 背着铁扒去打捞的石令海鲜 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们好 这感觉走得挺费劲的 就靠腰力 靠腰力啊 大哥 正当于我们在刨土 刨完土之后往上一扬的时候 就好像在土再把它给漏掉 然后那个沙白它就会在这个框里 明白了 一 二 特制的铁扒 渗入到极腰的海水当中 腰部缠绕的绳索 拖动铁扒在水底移动 铁扒的扶手随着海水的波动 有节奏的上下摇晃 这样特别的劳作 便是生活在海边的村民们 捕捞沙白的传统方式 大哥们说 今秋十月的沙白 最是饱满鲜美 我什么也没有 我什么也没有 你不能这样子 你要拿这里 大瓜还是要从这里拿上来 要不然被我放下来 哦 完了 这一看就没经验啊 我这可能已经被冲走了啊 完了 什么都不生了 来继续吧 但是没事我不灰心 刚才是因为我的失误 大哥你等会我啊 我感觉我怎么追不上你的感觉 没事 等一下 等一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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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哥你看到我羡慕的眼神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同样干一样的活 为什么别人可以干得这么好 我觉得有点 有点自卑了大哥 怎么办 自卑了 你看这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这个一般怎么吃啊 这个 什么是可以 真的可以 蒸熟 真的可以 煮菜 可以 太羡慕你们的生活了 平时自己弄一点这个 回去就直接煮了吃了 在大哥们的框里 我真的见证了什么叫做丰收 哇 沙白也叫沙白贝 肉质肥美鲜甜 煎炒烹炸都是鲜味担当 卓大哥说 沙白是制作玻璃美食需要用到的其中一种食令鲜味 另一种食令鲜味要继续寻找 这个季节到现在来说的话比较粉 比较粉 因为它的收场周期已经到了 比较粉 然后炖汤啊这种是比较好的 再早一点的藕呢 就比较适合青草 青草 这个你们问大哥就懂了 每年的四五月收获的莲藕偏脆口 九十月收获的莲藕口感偏粉糯 一年两次的收获 让当地人多了许多 用莲藕制作美食的机会 莲藕龙骨汤 莲藕的鲜甜融入肉汤之中 甜莲藕 在莲藕鲜甜的基础上 再加上一层甜蜜 朱大哥说 当地人不仅制作的莲藕美食 味道一流 他们采摘莲藕的方式 也十分独特 要是按摩 吃生意呀 不用肯低胎 不那么吃啊 对 好好好 齐 哇 这个就是标准的菜 这个活呢 其实就感觉啊 我们我们这个水枪 是对着泥下巴去撕的 所以说其实是看不到 水下的一个状态 但是就大哥的经验来说 这个水枪的这个压力是足够 把这个藕给它交断的 高压水枪是藕龙们采藕的绝佳工具 压力巨大的水枪 冲散了莲藕根部的淤泥 也打断了莲藕的根部 莲藕便直接浮出水面 莲藕从水中捞起 装满浮桶 是对藕龙们辛苦付出的最好回馈 这个是打断了 断了 你看这个要给打断了 哇 我真没想到这个水的压力 真的是可把这个藕切断的 是是是压力很大 压力很大 可以了 只要是来捡藕 这衣服肯定是保不了的 我现在坤身都是你了 但是还是很开心 因为这种丰收的感觉非常幸运 哈哈哈哈哈哈 哇才会体会到这种 胜利的体育 冲散了 两种实定鲜味 沙白和莲藕都有了 那个像玻璃一样的 庆祝丰收的美食 到底是什么呢 赶紧跟着卓大哥一起制作 那咱们这个菜 首先先处理什么 首先呢是先处理这个玻璃肉 玻璃肉 对 我注意到这个玻璃肉啊 大家看一看 这个玻璃肉感觉都是肥的呀 就是肥的 就是肥的 对 祖床下来的那种烹饪方法 方法啊 然后把它变成爽口 肥而不腻 非常漂亮 咱们既然叫玻璃 玻璃就是透明能看得到 这个对刀工有讲究啊 有讲究 将富含油脂的猪肥肉切成薄片 肉片的薄厚程度 直接决定了玻璃肉最终的光泽度和透光度 熟练的刀工在这一步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刀工之外 玻璃肉要想晶莹剔透 还需要一种甜蜜的调料 这会是什么呢 用糖把它来腌制 把这个玻璃肉铺上去 铺上去 对 然后呢一层一层 就是把这个 就跟夹心似的 对对对 然后通过糖把它融化了之后 它会变得这个肥油少了 而且它这个肉呢 结实 结实一些 然后呢会爽口 爽口是最关键的 是的 就是相当于既解腻又爽口 是的 切好的肥肉片 先用一层白糖打底 再按照一层肥肉片 一层白糖的顺序 依次摆放入盘 腌制十个小时左右 腌制的过程中 白糖随着猪肉释放的油脂 不断溶解 糖分附着在肉片表层 糖与脂肪相遇 能产生丰富的蔗糖脂 使肥肉变得温润透明 在腌制玻璃肉的时候 卓大哥又拿出了一个鲜味食材 鱿鱼 鱿鱼 鱿鱿跟玻璃肉有什么关系呢 鱿鱼 鱿鱼 鱿鱿呀 先把里面的内脏的东西掏出 要掏出 里面有一些骨的是吧 对 这像是一个软的那种鸡骨叶 当时我们这边人很奇怪 他吃不到这个 就证明这个鱿鱼不新鲜 把里面这个先揪开是吧 对 它真有点滑 对吗 对 感觉像拔了一把宝剑一样 透明的一把剑 现在就是要擦一下水 基本上就是过一下 就是定个形 对 这意思 快出了 好 没问题 不相当于用热水 积完之后再用凉水一拔 它这个形状就定了 新鲜的鱿鱼去除内脏 取出头部中间的软骨 然后焯水 焯过热水后 迅速放入凉水中降温 一热一冷的变化 使鱿鱼的肉质更加弹牙筋道 富有嚼劲 刮开了肉 就是要把这个肉一拨 给拨出来 开了吧 咱们这是今天咱们的劳动成果 是的 你看听到这声音了没有 清脆的声音 用两个字它形容就是清脆 对 沿着沙白外壳的缝隙下刀 切开贝壳 取出贝肉 细细剁碎 之后将采回来的新鲜莲藕去皮 为了保证食用时的口感 莲藕要切成藕丁 要想让它们更好的融合 还需要一味食材的加持 这个肉呢 我都想把它切开 切开 好厉害哦 这一看就30年的功力 真的吗 我还没30呢大哥 那我试试 可以啊 哎呀你怎么拿下来了 最后一下 我们的偶利 我们的秘密武器 哎真的是 提鲜利器 提鲜利器 胡椒粉 胡椒粉 也是去鲜增香的 对 蚝油 生抽 然后一样下一点点 下一点点 可以下一点点生粉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切成肉丁 再剁成肉馅 为了增加肉馅口感 剁好的肉馅 还要经过多次摔打 成为胶状 之后加入切好的藕丁 沙白肉丁 充分搅拌均匀 在调味料的加持下 相互融合 肉香鲜香四溢 卓大哥说 用糖腌制了10个小时的肥肉片 终于要现身了 它真的会变得晶莹剔透吗 而且我也可以看到 咱们用糖 干柴的 弄好了之后 可以看到 这个肉还真的像玻璃 你现在还没看出来 等一下它蒸熟了之后 它就开始透明了 玻璃肉是陆丰当地的传统美食 蒸制过后 就会呈现出晶莹剔透的样子 玻璃肉在当地人手中 被制作成五人玻璃肉 玻璃肉烧双色等玻璃肉美食 卓大哥要怎么将玻璃肉 肉馅 鱿鱼相结合 制作成丰收宴席的美食呢 念之前呢 我们要拍一点点生粉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能起到它的一种粘度 还要粘度 对 要不然的话 你念进去它一蒸 散掉 散掉了 然后呢 我们就用纵线把它给念进去 手指沾一点生粉 对 这个桶里去 所以把它塞薄满一点 再满点 好 最后一步 就是用玻璃肉 玻璃肉 把它给裹起来 就是这样把它包裹在里面 煎起来 然后呢 用牙签 把它给固定了 好 我开始欣赏自己的杰作了 是吧 必须要有自信 对 像水晶蒸饺儿的 是吧 是的 要把它蒸熟 肉馅酿入鱿鱿当中 用腌制好的玻璃肉 将鱿鱿外侧紧紧包裹 然后用牙签固定 防止肉片散开 热水烧开之后 上锅蒸制15分钟 猪肉 砂白 藕丁 混合在一起的肉馅 鲜味十足的鱿鱼 油润甜蜜的玻璃肉 几种食材相互叠加 多种鲜味融于液体 玻璃肉蒸熟之后 还真得像玻璃 可以通过这个皮 看到里面的这个鱿鱼 好吃啊 入口的第一感觉是甜味 但是这个糖 恰恰给了这个玻璃肉 一种清爽的口感 鱿鱼里面的这个馅料 裹在一起吃 感觉能尝出不同层次的口感 藕啊 藕啊 包括其他的这个沙白 对 在这种鲜味的里面 所以说吃起来这种 复合性的口感 非常的棒 一道传统的玻璃肉 在卓大哥的创新下 加入了陆方当地的 食令鲜味食材 使得甜润的玻璃肉 也多了咸鲜滋味 这是丰收所带来的 喜悦与幸福 被称为超级胃王的鱼竿 生猛威武的螃蟹 鲜味十足的两元大将 与同样鲜甜可口的羊肉 将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放 放松了 放松了 陆风市甲子镇的人们 用甲子鹰歌迎接丰收 用丰盛的美食庆丰年 每年甲子鹰歌表演结束 镇上都会为表演者 精心准备一席晚宴 以示感谢 刘祖南大叔 就是这次宴席的掌勺人 他要将三种鲜味汇聚一锅 打造一道鲜味的组合拳 这些鲜味都是什么呢 南叔挑选了肉质饱满的螃蟹 和富含丰富蛋白质的白虾 但是南叔说 还需要一种被当地人称为 超级胃王的风干鲜味 这会是什么呢 南叔 南叔 咱这来的 酿鱼场是不是 对对对 刚刚杀好 这个是鱿鱼 鱿鱼 真正的原生菜 这个咱加点什么盐什么的吗 不用 什么都不加 不用 洗一下盐水 大家看 现在这个上面水分还没干了 干杀好 还杀了 还没干水分呢 这得晒多久才行啊 晒多一天啊 得晒一天就可以了啊 对啊 这个是早上杀的 咱们要找的就是铁鱼 这个地方把它叫做大地鱼 由于叠的双眼长在一侧 平时匍匐在海底时就像一张铁皮 所以在陆峰 渔民们又称它铁斧鱼 铁斧鱼身上的肉非常少 但是味道极鲜 当地人便把它晒成鱼干 这就是被人们称为超级未亡的风干鲜味了 海里的鲜味有螃蟹和虾 风干的鲜味有铁斧鱼干 南叔所选中的陆地上的鲜味是羊肉 螃蟹 虾 铁斧鱼干 羊肉 到底是要制作成什么样的美食呢 石泉 石泉羊肉 对 是相当于这个海鲜跟羊结合一下 也可以 可以啊 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一步是羊鲜沙毛 毛烧起来皮 更加润 更润才行是吧 可以啊 就是高温把这个皮 让它变得更紧致一点 对对对 冻起来那个羊皮 羊肉 要更嫩 好嫩 对对对 石泉羊肉 在陆丰市甲子镇非常有名 它寓意石泉石美 如意幸福 要想让羊肉更加鲜甜 就要用火烧一遍羊皮 高温炙烤下的羊皮急速收缩 在去掉残留绒毛的同时 羊皮也变得更有嚼劲 用清水洗净表皮的焦黑 男熟就要展示自己的刀工了 腿的这个立方肉我感觉很嫩 对对对 这个就简单一抄就可以了 对对对 从背部下刀 整只羊一分为二 肉质紧实的羊腿 去骨流肉 将羊腿肉切成块状 鲜嫩的羊背同样去骨流肉 切成块状 最后将羊肋排切成小块 羊肉焯水后 肉眼可见的更加紧致 纹理感更强 男熟说 要想羊肉鲜味十足 还要进行腌制 腌制的时候 有一种极酸的水果 必不可少 放糖水 酒 料水是香味的 香味 白酒去腥 对 白糖也能去腥 可以 调味吗 调味的 这麻油 点一点 点一点就行了 酸啊 好酸啊 吃柠檬挑战不变脸 我已经失败了 那这个腌要腌多久呢 不用多久 现在可以炒了 那这味儿还没进去啊 炒了 炒就可以 对啊 炒就有香味啊 高温煸炒 羊肉的表皮进一步收缩 羊肉的鲜甜被激发出来 在鲜甜的肉香中 还有丝丝白酒的纯香味 和柠檬的果香味 加入少量酱油 为羊肉增加一层诱人的棕红色 南叔说 这个时候 还要加入当地一种 具有奶香味的调味料 叫我开水啊 对对对 这相当于把它味道 给它激发出来 这个泡得泡多久啊 大叔 嫩的就可以 嫩的 羊肉和茅桃要炖一点 五指茅桃的根 是一种当地特色的调味料 具有淡淡的奶香味 在鹿丰 五指茅桃鸡 五指茅桃炖乳鸽 都是人们钟爱的美食 用五指茅桃的根来泡水 就得到了炖煮羊肉 最好的汤水 五指茅桃的根切断后 也一起放入锅中炖煮 孤独声中 就连饭起的水泡 都裹满了香味 但是南叔说 这锅羊肉还只是初级鲜 要让它的鲜味更上一层楼 就需要用到海里的鲜 来加持了 味道调查员对吃螃蟹这件事 向来没有抵抗力 就连拆卸的过程都是一种享受 现在光是看着螃蟹 味道调查员就能脑补出 众多螃蟹美食了 清蒸螃蟹 酱爆螃蟹等等 不一而足 至于虾就更不用说了 冰镇虾 蒜蓉蒸虾 炒虾球都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 螃蟹和虾都处理好了 它们要如何为羊肉增鲜呢 当螃蟹虾与羊肉在锅中相遇时 羊肉的鲜味也随之提升了一层 南叔说这时候的鲜味仍然不够 还需要铁斧鱼干的加入 有了超级胃王的加持 才能达到终极鲜甜 咱们喜欢 调商人最喜欢 调商人喜欢用这个鱼干调味 要去掉那个骨头 骨头 为什么要炸一下 炸一下才有香 那它炸完肉会变色吗 金粉色的 好 很脆啊 现在我们现在把它捣成碎了 你看这个虾的颜色变了 变成红色的 很漂亮 铁斧鱼干取出鱼骨后 放入锅中油炸至金黄 然后将酥脆的铁斧鱼干切成小块 捣成粉末 这时才算大功告成 在鹿丰 无论是煲汤 煲粥 炒菜 都少不了铁斧鱼干粉末的身影 只要加上一点点 再平常的菜肴都能平地起飞 鲜香十里 羊肉快要出锅的时候 撒上铁斧鱼干粉末 为羊肉增加最后一层鲜香 一锅汇聚了海中鲜味 陆地鲜味 风干鲜味的十全 羊肉就做好了 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尝尝它的味道 啊 闻着就鲜啊 来一口 这好吃啊 海鲜味道全部都融合在这个羊肉当中 而且吃起来这个汤汁特别饱满 又香又鲜 哇 真好吃啊 加一点点海鲜 海鲜进去 味道新鲜一点 是的啊 火鲜快乐 气势如虹的开鱼盛典 白隔蒸馏的海捕鱼船 捕鱼记的第一网海铲 究竟有多丰盛 我感觉什么类型的鱼都有 体型硕大的石斑鱼 又能做出多少种不同的真羞菜肴 放上了 在陆峰市的甲子鱼港 每年的休渔期结束 开鱼这天 下网捕捞的第一网鱼 对于渔民来说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低沉悠扬的海螺 一百多条鱼船 急不可待地驶出港口 沉寂多时的海面 再次热闹起来 海捕的渔民们 会从第一网鱼的丰收成果中 挑选最大的一条 和亲朋好友一起分享 庆祝丰收 这才是渔民的开心的日子 最开心的日子 咱们有多少条船一发出去 一百多条 一百多条船 大家注意了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海里有很多种鱼 三毛鱼一道 沉一条船 离开路风一百里 风平浪静 鱼正名鱼大哥 是一位经常跟随渔船出海的厨师 他虽然并不精通捕鱼技巧 但是至于捕上来的鱼 怎么制作成美食 它可有着绝对的发言权 这次 鱼大哥准备用第一网捕获的 最大的一条鱼 来制作一席鱼宴 跟渔民一起庆祝丰收 那么这第一网中最大的鱼 到底能有多大呢 它又会是一条什么鱼呢 为了调查员和鱼大哥 先从小船换到大船上 海浪很大 比刚才是大了好几倍不止 我现在如果不扶着这个栏杆的话 我是站不稳的 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澎湃 不知道能捕到什么样的鱼 这边是导航 这是导航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导航 它可以显示出我们在什么位置 让它显示出了经纬度 包括航速航向 这边加重的地方 然后目的地在这边没设置 大哥说可以看出来 这是两条32米长 双船拖网 共同作业的海浦渔船 渔船离开港口之后 花睡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行驶12海里 也就是大约22.2千米的距离 到达了海浦的下网地点 随着船长一声令下 两条共同作业的渔船 历史忙碌起来 这么专业的工作 一时间 未到调查员也插不上手 只能看着大哥们忙前忙后 这得拖多久啊 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大概能起多少鱼知道吗 这还不知道 这哪里能知道 看运气啊 看运气了 这个鱼网刚才大概就有十个人去操作这鱼网啊 很麻烦 很麻烦 我都不敢动 我害怕给他们添乱啊 在足有上千米长的缆绳 钢丝绳的拖拽下 六十米长的鱼网 渐渐入海 开鱼之后的第一网 究竟能捕到什么样的新鲜海产呢 第一网中最大的鱼到底会有多大 又会是条什么鱼呢 这一切都要等四个小时之后 见分晓 随着渔船上的机器轰鸣 随着渔船上的机器轰鸣 逐渐收回到船上 大家各自坚守自己的岗位 相互配合 不容易一丝分神 还不得第一网收获成果如何 终于要揭晓了 我感觉什么类型的鱼都有啊 大多数我看是带鱼是吧 带鱼多一点 马娇鱼也有 那个尖尾巴的就是马娇鱼啊 小鱼大鱼都有啊 我感觉什么类型的鱼都有啊 这个就叫做丰收是吧 这线捞上的带鱼我也投一回见 这个收成果不错的是吧 还可以啊 那个最大个那个是什么呀 十八鱼啊 十八鱼啊 我们要就是这个是吧 要是这个 要是这个 丰收 细长的马娇鱼 新鲜的带鱼夹杂着许多不知名的海鱼 铺满了整个渔船甲板 大家把鱼按照不同种类分检 分装之后放到船舱进行保鲜处理 从大家脸上洋溢的笑容中就能感受到 第一网的收获看来是达到了之前的预期 为了调查员和鱼大哥 收获了一条三十千克左右的石斑鱼 这条石斑鱼属于中距石斑鱼 在当地也叫龙蹲鱼 鱼大哥要用这些刚刚捕捞上来的杂鱼 给大家做一顿美味 白酌 白酌 这个好鲜鱼 鲜的啊 这刚打上来的鱼啊 吃起来就是香了啊 鲜主要是 刚捕捞上来的新鲜海鱼 鲜香味美 加上鱼大哥的好手艺 让大家食欲大开 对于陆丰的渔民来说 这些都是大海的馈赠 他们对大海 也心怀感恩 凌晨三四点 随着白天出海的渔船 悉数回港 码头也变得热闹起来 在港口边的海鲜市场 早就有人翘首以待 为的就是赶在第一时间 买到这些刚从船上 卸下来的新鲜海味 渔民们的辛苦劳作 在这一刻得到了最直接的回馈 渔大哥要用重三十千克左右的石斑鱼 制作的庆祝丰收的美食 会是什么呢 咱们这个石斑鱼也拿回来了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完了 今天准备做个什么大菜 十八吃 一鱼十八吃 一鱼十八吃 这一条鱼能有十八种做法 是 是不同口味吗 是不同做法 那今天真是有鱼口服了 相当于是一个全鱼宴 体型硕大的石斑鱼 马椒鱼 纳歌鱼 以及各种瓜果蔬菜 都已经就位 渔大哥打算用这些食材 制作一席 以石斑鱼为主食材的 一鱼十八吃 他要制作的第一道开胃菜 竟然是用石斑鱼的鱼鳞来制作的 哦 这个就得挖掉 挖出来用了 哇 大家听这个声音就能听出来 这个鱼鳞非常的硬 这么硬的这么腥怎么吃的呢 等一下做起来就好吃 石斑鱼的鱼鳞质地坚硬 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将鱼鳞用生姜葱段焯水后 去掉表面粘液 加入食盐 料酒 去腥提鲜 加水慢慢熬至两个小时左右 鱼鳞中的胶原蛋白充分融于水中 形成胶质的汤底 鱼大哥说光有鱼鳞还不够 还需要鱼皮 知道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好 哇 这片可以算是我完成一半 肉就可以 对 肉就可以提出来了 我想给你搞一个开口 搞个口 我这样销水能销就是速度怎么办 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石斑鱼的鱼皮了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薄了 因为肉呢已经被我们去掉了 切成一块一块 这是为了焯水方便 去掉鱼肉之后的石斑鱼 鱼皮鲜嫩光滑 质地柔软 焯水之后烫熟的鱼皮微微卷曲 富有弹性 适合鱼鳞搭配的绝佳材料 鱼鳞熬成胶状后浇在切碎的鱼皮上 静置两个小时 一道鲜嫩爽口的鱼皮冻就做好了 鱼大哥说 石斑鱼浑身都是饱 鱼鳞鱼皮可以做成鱼皮冻 鱼头鱼骨也是精华中的精华 油一炸 这个香味出来了 金黄色一点的 金黄色 有味了 可以 明白了 这个熬出来 它是这个熬熬的 对 鱼头跟鱼骨还有鱼尾熬汤非常熬的 这锅汤大家注意到 肯定特别鲜 肯定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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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什么都不加 它它没有鲜味啊 保证它的原汁原味很好 硕大的石斑鱼鱼头 一分为二 和鱼骨一起下锅油炸 再加水炖煮 鱼骨中的胶原蛋白 溶解在汤中 然后在长时间炖煮后 油脂和胶原蛋白混合成悬浮液 鱼汤就呈现出乳白色 只需要加入一点点食盐调味 一锅汤头香浓 口感醇厚 味道鲜甜的鱼头鱼骨汤 就做好了 鱼大哥说 他要制作的一鱼十八吃中 其中一道就是以痰 著称的夹子鱼丸 这锅鲜美的鱼汤 就是制作夹子鱼丸的灵魂 夹子鱼丸是当地的特色美食 据说制作成功的话 鱼丸弹力十足 口感筋道 这什么鱼啊 这叫纳格鱼 纳格鱼 就这样就好了 哦 这样把绒瓜掉 哦 摔得越有劲 它的弹性越好 哦 摔 我那给你看了 哦 呦 哦 这样 这样一个 哎呦 哎呦 赶紧怎么那么快 比较大 咱们这个鱼丸 温水和冷水都泡过了 是 现在能弹吗这个 等下煮熟了就可以 煮熟之后 能弹更高 好 挤出来的鱼丸 要先用温水浸泡 增加鱼丸的弹性 再经过冷水浸泡定型 一热一冷的处理 让鱼丸富有嚼劲 弹牙爽口 将鱼丸放到石斑鱼骨汤中 使得鱼丸鲜上加鲜 经过三次煮沸 一道夹子鱼丸就制作好了 哇 筋道啊 好鲜甜的 这主要是它的口感好 味道好 而且鲜味还十足 这个就很难得 哇 比刚才高了好多 比刚才至少高了五厘米 再试一下 哇 煮熟后的鱼丸弹性更进一步 搭配上鲜甜的鱼汤 吃上一口 十分满足 鱼鳞鱼骨都已经入菜 鱼大哥准备以后世的石斑鱼肉为皮 以马胶鱼肉为馅 制作特色的鱼饺子 那咱相当于是把这个鱼肉给它片成皮是吧 是 这个鱼身很好的 哇 大家看这个肉 我们生生把它敲成了鱼皮 是啊 真的是需要技术耐心的 非常薄 那这个形状不规则呀 这怎么薄啊 这可以做出来 压就好 这专门为了做鱼皮做的 哇 一个圆饼状的一个皮 大家看啊 还是挺漂亮的 按住了大哥啊 按住了啊 差不多了啊 嘿 哇 哈哈哈 感觉弄得不是很好啊 边边角角还是有 有点差距跟大哥做了 吃皮之后的石斑鱼肉 肉质紧致厚实 抹上生粉后 在擀面杖的锤打下 富有张力的鱼肉自然延展 变得薄如蝉翼 经过模具的按压 就做成了一张 特别的鱼肉饺子皮 跟包饺子一样吗 对 一样的啊 哎 这个口完全捏死了啊 哎大哥你看 我这怎么样 你看我这 还行啊 看一下 哇 哇大哥包的这跟元宝似的 大家看 真的很漂亮啊 这么一笔我这个就一般般了啊 其实我这我觉得也还行 还行 肉质鲜美的马椒鱼 取出鱼肉剁碎 加入切碎的胡萝卜 西芹 搅拌均匀 增加肉馅的口感 再用石斑鱼肉做好的饺子皮 包上馅料 这样用鱼肉包裹鱼肉 做成的鱼肉饺子 煮熟之后 外表滑嫩软弹 内里馅料丰富 两种不同的鱼肉叠加在一起 形成了两种鲜味的碰撞 为了让鱼饺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口感 鲸鱼厨艺的鱼大哥 将蒸好的南瓜捏碎 放入汤锅中熬成金汤 再将煮熟的鱼饺子放入其中 南瓜的甜味 配上鱼饺子的鲜味 呈现出一道造型别致 口感丰富的金汤鱼饺 千层鱼皮冻 鱼头鱼丸汤 金汤鱼饺 香炸鱼鳍 香煎鱼肉 爆炒鱼肚 酸辣鱼丁等十八道鲜味美食 庆祝着开鱼之后的丰收 预示着未来的生活 蒸蒸日上 鲜味吃醋 这个是最难得的 所以我觉得海鲜 真的就是吃这口鲜 鱼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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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金汤喝起来 跟海鲜粥味道挺像的 然后这个饺子呢 它吃的来 比我们平时吃到饺子 更有嚼劲 因为我们的皮 是用鱼肉去做的 这次就让我长见识了 一条鱼十八种吃法 是 由山林到深海 人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 将丰富的食材 汇聚成餐桌美味 鲜香汇聚的海味损丝包 承载的是乡亲们辛苦的劳作 沉淀下来的 是乡亲们收获的喜悦 味道鲜美的玻璃食锦肉 分享的是秀美山川中 丰富的物产 传承创新的食泉羊肉 寄托的是对美满生活的 阴气期盼 用心烹饪的极鲜石斑鱼宴 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鲜鱼实鲜的陆丰人 收获着自然的馈赠 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这就是陆丰的金秋好风味